當你的ETF 是假如跌破年限 低於年限 那你要勇敢 以這檔最差的好了 三年賺41%也不是一點 三年賺41%代表一年賺12% 用這種年限操作法 你放大一倍 你假如長期一年逼近20% 古神巴菲特的長期報酬率 連報酬率也不過20%而已 其實今年以來 績效比較突出的是 到我們錄影前一天 今年以來的績效是14% 那你假如拉長三年 我們的大盤漲了46% 元大高古時還真的不如大盤 這個表現的還是迅於大盤 但是 馬來了 81% 大家想說這個 我都以為是Key錯 就是真的 81% 大盤才46%而已 是真的 買高古11ETF 你絕對不是看佩席力 殖利率就跳進去買 現在台灣的11檔高古11ETF裡頭 佩席配的最好的都不是這三檔 佩席配的最好的是9.9% 對 那可是因為它其實從成立到現在 它都沒有天氣成功 消費就大爆發 生活煩惱一一集發 大家好 我是銀婷 又到了除全息的忘記了 其實有很多新鮮人想要趕快上車 可以看看有沒有機會搶到一些便宜 但有些人說我是不是在等一陣子再來提前做卡位 或者事後的再搶便宜 到底要怎麼做會比較好一點點呢 如果針對ETF或者是到個股 我們要怎麼樣正確的理財投資 讓自己的荷包穩健的持續的成長 這是今天我們討論的課題 歡迎今天加入我們兩位達人好朋友 首先有請葉莉姐姐 哈囉大家好 還有我們謝博旭主編 哈囉大家好 我要先問一下 因為講到除全息忘記 那腦海中就會冒出熱門關鍵字 那就是高殖利率 因為感覺就是能夠換到比較多 可以多領一些回來 可是這對於很多新鮮人而言 他就會有一點點錯誤判斷 因為好像是先進去卡位好 還是晚一點點的天息好 怎麼樣都不太對 那一樣是ETF 其實參考的方向也不太一樣對不對主編 投資人想要參與所謂的高股息的投資 最安全 然後最簡單的方式 就是高股就是買ETF 那臺灣ETF那麼多 但是有三檔大家最喜歡的 你可以說他是國民ETF 他的規模也非常大 像這個0056 很多人沒有買過台積電 那一定買過0056 0056的受益人超過一百萬人 他的股價也便宜 二十幾塊 規模也最大 這個是最受歡迎的 就是元大高股息0056 然後第二受歡迎的 是這幾年串起來的 人氣王 人家都直接用那個代碼叫他 叫做什麼00878 這幾年很受歡迎的 第三大的是這兩年 他不是有點串 也是我自己非常看好的 但是的確很多人 很多高手 很多包括很多退休族 也越來越喜歡這支ETF 他叫做那個元大台灣高息低波 他代號是00713 我們來比較這三檔 最受歡迎的ETF當中 像我大概有整理出他 譬如說他去每年的 去年0056的配息是2.1 00878是1.48 00713是2.9 那過去五年的 他的平均的配息 我把它整理出來 大家不要只單看一年 因為單看一年通常會 你把你今年表現好 明年未必表現好 要看長期一點 比較客觀 只要五年 對 那我通常 我還會 我這個投資ETF 包括個股 我都會把今年 他雖然還沒宣布配息 但是我會把他今年大概的配息 我大概會做一個預估 以今年我就預估 那個0056大概配1.6 他去年配2.1 那去年大家很多 公司獲利都掉下來了 所以你說預期會降下來 是很合理的 即使這樣 然後對應他 他的收盤價 他的殖利率還是有5.58 對對對 最受歡迎的是5.58 然後第二受歡迎的00878 目前我預估他今年的配息 會從去年的1.48 掉到1.05 為什麼 因為他裡面有比較多的半桃體股 那半桃體股獲利 那個降比較多 所以今年的配息會少比較多 即使這樣 那他的配息也將近6 5.9 對 因為他的股價也 他的價格也降下來了 那至於00713 他價格沒有什麼變化 那即使這樣 他的配息 我預估到也會比去年不好一點 但是不會差很多 去年是2.9 今年我估是2.5 即使這樣 以他現在41塊的收盤價 還是有6% 這個是我先為大家做一個整理 這三檔 大家不要以為說好像都是高股息 都一樣 其實很不一樣 而且適合不同的族群 0056 他主要是針對台灣前40 150大的 預估下一年 明年 預估未來的 預估未來 他有帶有預估成分 是 說啊你 大家預估說他可能 明年配息會最高的這150檔 前150大挑出50檔出來 所以他這樣挑法容易怎樣 容易找到 景氣循環股 這0056的特色 即使到現在 他長榮還是第一大肢股 還在裡面 已經解碼很多了 還在裡面 那聯勇你看 聯勇也是獲利也是去年很好 那今年就會衰退很多 所以0056 基本上景氣循環的那個 那個波動性蠻大的 有點刺激 那00878 其實為什麼這幾年會爆紅 就是說啊這個大家想說 0056這樣景氣循環的 這樣起起伏伏的也會暈船 那我們找一個比較又大又穩的看看 你看00878就銜接上來了 因為他是從ESG分數當中 他除了挑你的市值大之外 市值大的這30檔 還要ESG分數最高的 再繼續做永續 企業社會責任都有 那大家想說ESG是什麼 就是環保啊 那個社會責任啊 你的公司治理啊 那你假如公司要ESG分數高 通常都是競爭力很不錯的公司 大公司才有時間來搞ESG 對對對 所以大家這個中午 他就結合ESG分數 那公司治理水準高 所以他就調了成分股 就比較沒有那麼景氣循環 那第三個所謂的高息低波 他的關鍵字不在高息而在低波 低波是指他的股價低波動 那股價低波動 其實的先決條件是什麼 就是獲利要低波動啊 股價才能夠低波動啊 那有點滅我火耶 獲利我不想要低波動啊 但是風險也低波動 對對對 所以他自然容易挑一些 他的業態比較 產業比較成熟的 譬如說電信股 就是他台灣大就是他的第二大持股 像這 第一大台塑 台塑是你會覺得他是景氣循環股 但是台塑這五年 他的那個 他的獲利的波動性降低蠻多的 所以也被他挑進去了 他適合的族群就不一樣了 0056就適合年輕人 年輕人比較拚 對 比較衝刺 878他就適合中壯年族群 我忙嘛 沒有時間盯盤 我就挑最好的公司投資就好了 不需要 比較不需要管他 就是 那這個 那個00713 火爆王 這個低波的 就適合退休組 因為他的波動性 波動性是指他的股價波動性低 配息的波動性也低 他配合型不會這樣大起大落 所以會有點十拿九穩 對 你不會說突然賺很多 可能比如說去年配3.8 今年變3.5 可以接受 也不會落差很大 這適合退休組 所以適合不同的族群 他也適合不一樣的操作方式 0056適合單筆 你假如說 你假如對景氣權有概念 在低點的時候 你多買一點 單筆投資 那00878適合 你這兩種 單筆跟定期定額搭配使用 那就很好 那至於元大高息低波 他是適合定期定額 每個月買5千8千這樣買 很適合 用來領領這個他的股息 所以大概是三檔的個性 特性都不太一樣 現在政府最近不是配6千塊嗎 你可以單筆去0056 反正這6千好像是天上掉下來 比較沒有那個感覺 但是這三檔ETF說實在 坦白說 真的長期看績效 好像落差沒有到非常大對不對 所以我到底該怎麼樣來做挑選 我先給大家一個概念 一個數字好了 其實今年以來呢 績效比較突出的是00713 到我們的錄影前一天 今年以來的績效是14% 那另外0056蠻多對不對 還行 14對啊 還行 就蠻適合小自主 跟追求穩定報酬的族群 那相較之下 0056跟00878 大概是在12% 11到12%直接 也不錯 對就是其實0056跟0087%的績效呢 大概只有差1%左右 所以基本上差距不會太大 可是其實我個人覺得就說 買高股席ETF 你絕對不是看配息率 殖利率就跳進去買 因為其實呢 現在台灣的11檔高股席ETF裡頭 配息配的最好的都不是這三檔 配息配的最好的是9.9% 對那可是因為它其實 從成立到現在 它都沒有天息成功 所以呢 它其實成立的時候 它的發行價是15塊 到現在它的禁止 還沒有回到15塊錢 也就是我們形容的破發價 已經跌破它的發行價 那所以呢 我覺得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這三檔的ETF 我個人覺得其實它就是第一個 時間 發行的時間比較久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當然附序剛剛已經有講 適合不同的族群 但至少其實這幾年相較之下 配息也都比較穩定 所以呢我想針對就是有一些 現金的需求的族群呢 我覺得這三檔是可以值得大家來參考 不過我們來進一步來解析好了 今年不管是所有的ETF 高股息ETF 配息一定會配的比較少 所以如果真的要我挑下半年最值得投資的 高股息ETF 以現況來做評估的話 我還是會挑00713 真的喔 對因為其實我對下半年看的會比較保守一點點 那待會我們可以詳細講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根據最新的數據 我們台灣的出口已經連8黑 已經連續8個月都是下跌的一個趨勢 而且目前都還沒有看到盡頭 我的意思是說 你說會變成連10啊連12黑不知道會黑多久 因為財政部已經說了到第四季出口才會看到曙光 我看比較保守 因為大家有沒有發現台股現在是萬六其實一直都站不上去 對一直站不上去 然後台積電超弱的 對雖然就是看起來好像有五字頭 但是其實這個在晚上的一個壓力其實是存在的 所以我想下半年確實存在比較多的一個動盪不安的因素 那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我覺得波動度比較低的ETF 會獲得大家的這個資金上面的認同 對就是對於未來這一年下半年的整個發展 普遍看起來各個數值高度比較保守一點 那或許就是風險也不要太大 會是一個方向 那如果照這樣來講 我們剛才也把這個三檔ETF的成分股都看清楚了 但成分股不是會調整嗎 五月份也要調整了對不對 所以這個成分股調整會不會影響到這個ETF的價格 但是會影響到個股的價格 所以我還是要關注一下他成分股的調整 所以有些股票的老手 他們有一派的操作方式就是盯緊的這些ETF 他們可能每半年 有些是每一季在調整權重的時候 他們就會找說這個個股上有沒有一些機會 因為878五月底要調整嘛 差不多五月我們要關注了嘛 那其實像這個0056六月十二月嘛 所以我們最近真的有很多可以關注的 所以像他的調整我都覺得我自己作為一個股市的老馬 壓狠年輕 我是覺得可能這三檔有可能是會調整進去或是調高權重 是聯電 聯勇跟細創 太好 謝主編已經把他的觀察 尤其是聯電 是我當中 你比較看好的 最最看好的 聯電 為什麼 這三檔剛才那個燕利也有給我們秀出他的那個成分股 聯電幾乎沒有 都這樣沒看到 或是很少 或是很少 很少擠到前面前面十大的 前十大幾乎是沒有喔 我上面沒有看到他耶 都沒聯電吧 三檔ETF 前十大都沒有 但是我告訴你 很多半導體公司 IC設計公司 今年的獲利 比去年腰斬 甚至膝蓋斬的一大堆 但是聯電 聯電不會 聯電可能去年好像賺六塊吧 是賺的齁 不是肩膀斬也不是腰斬 那聯電今年獲利會衰退沒錯 但是應該也有機會到四塊那邊 所以聯電的衰退幅度相對來講 是好很多 連台積電都衰退了 台積電去年好像賺了EPS 快四十 將近三十七八塊嘛 今年大概剩三十三三十四吧 也是衰退的 對 聯電也會衰退 但是他這次衰退 所以竟然相對很多半導體公司 衰退幅度變得蠻小的 他公司競爭力有上來 你看好他 對 即使是以殖利率的角度 聯電現在股價不到五十塊 那明年也可能配個兩塊五三塊 都有可能 殖利率也非常的高 也可能會被0056給挑中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會有機會 紅海也是 第二看好的是紅海 因為紅海發展電動車 本身ESG分數就會上升 對 而且今年N7要上了 對 而且紅海的獲利 也非常的穩定 去年也賺十塊以上 今年大家估也可能 再挑戰一個股本 所以他獲利也很穩定 而且他的配息之前是有點小 現在是有越來越好的跡象 所以殖利率也拉起來了 其實0056 在上一季調整的時候 已經增加很多了 那我覺得他會持續調高 還會再加碼紅海 所以我就覺得像紅海 聯電就有在這個調整當中 他們可能會受到這些被動型 ETF的青睞 那一些股市老馬就會提前卡位 那我們為什麼要關注ETF 再換成分股呢 因為這有點像是被動的買盤 因為就是他一定要買到位 所以當你看到他換成分股的時候 其實現在是謝主編的評估 就是聯電跟紅海有可能 但是如果你確定的話 他其實前景看好 對方向上是這樣 那這個可能被調高權重 也有可能會被降低權重的 來來來 我點名了 你剛才剛才那個台塑 對 你看台塑現在很多是那種 譬如說他是00713的第一大值股 那我覺得以後的ETF 他們現在ESG這個風潮 已經在這個所謂的產業界催起來了 對 然後會慢慢蔓延到投資界 那ETF也會跟進 所以像這種高排碳的產業 尤其像歐盟可能過兩年之後 要現在已經在試辦了嘛 要科增這個碳乾稅 那這種會對這種傳產業高排碳的傳產業 獲利影響比較大 像那個台塑 藍牙 中鋼 再加上尤其是中鋼 他已經連續兩劑虧損了 所以他明年的殖利率一定是不好看的 明年的配息一定是不好看 那可能會被高股息 不要說ESG 光獲利就會被他調降 像這種就要 權重會被調小了 那今年衰退叫大公司 大概就更不用講了 像今年像低潤 望虹這些的 獲利也大幅的衰退 面板可能要等到明年獲利才會轉好 但是今年鐵定還是大虧 航運像這種都可能會被調降 那這可能 只有這些股票的人 可能就是大概要留意一些 ETF的被動的賣壓 可能會慢慢的湧現 然後增加權重就是活水要進來 所以這個我們可以從 ETF的調整成分股來看看 接下來各股的一些發展 聽到高息ETF真的是人人愛 可是有個小小副作用 就是時間拉長 你會覺得好像長期績效 稍微沒有那麼的厲害 尤其你看0056好了 如果要跟大盤比的話 當然有機會贏大盤 但是你看有時候很拚 打平差不多 有沒有什麼辦法調整一點買法 讓我可以賺更多一點 是齁 其實0056是最受歡迎的ETF 那其實就像你講的 他的績效還真的是輸大盤一點點 你只要跟大盤比 真的是輸大盤 因為就像我們剛才所分析 裡面有太多的 容易挑到景氣循環股 所以你要稍微懂得買賣的技巧 那這邊我為大家整理一下 長期的績效大概是怎樣 像今年從年初以來 我們大盤大概漲了10.2% 那這三檔ETF表現都還可以 像0056大概漲了11% 00878漲了8.6% 00713還超過大盤 反而最穩的還稍微超過大盤 這可能跟今年大家預期景氣不好 那資金往那種比較穩定的股票流入 不是ETF 往比較那種各股的 穩 獲利穩定的股票 所以他們那個股價表現都不錯 那以過拉長一年 大盤大概跌5%多 那0056跌7.5% 那這個00878跟00713 他們跌幅是比大盤低的 就發揮ETF的那種抗跌的功能 但是0056沒有辦法發揮抗跌的功能 也不行 那你看過去兩年 這個那個 因為去年台股大跌嘛 對 那加錢指數大概跌了11.3 那你看那個元大高股息 稍微拉長一點時間還可以啦 兩年期間還好 他就跌4.75% 但是其他這兩檔 就表現得相當的不錯 所以你平常看到這兩檔 平常股價 你假如每天看你沒感覺 但是你過個一季 過個半年 過個兩年回頭看 還真的表現很好 所以ETF投資就是 你不要常常每天去看 他沒有意義 那你假如拉長三年 我們的大盤漲了46% 元大高股息還真的不如大盤 這個表現還是遜於大盤 那但是你看那個 因為00878成立不到五年 沒有辦法比較 但是你看這個713 黑馬來了 81% 大家想說 我都以為是Key錯 就是真的 81% 大盤才46而已 是真的 我還做個 Double check一下 Double check 反而這個大家覺得 你這個 不是股價如一條死蛇 一盤死水一樣 反而這個路遙之馬力 三年起來 他的績效是還蠻驚人的 所以我們到底什麼時候 進場會比較好一點 什麼時候進場 其實ETF這個進場 ETF最大的優點是什麼 你知道嗎 他相對個股最大優點 你知道嗎 在去年暴跌好了 台積電即使跌破四百塊 也沒幾個人敢買 個股在暴跌的時候 大家都講說 大家平常 承平時期 說都會把巴菲特那句話 朗朗上口 大家恐懼的時候 我要貪婪 真的來的時候沒有人敢做 個股尤其是個股 即使台積電 大家都不敢 就怕說跌破四百 台積電會不會糟糕 會不會跌破三百 三百的時候想說 大家下次會不會跌破兩百 所以永遠都很難 除非你對台積電 有深刻的研究 像我有深刻研究 我的確在去年 三百七一直在加碼 沒有四百多 真的接了幾張台積電 因為有深刻的研究 敢接 但是沒有人 有對個股 有這麼深入的研究 ETF最方便的就是 優勢就是它是一籃子股票 不符合它的標準 就把你踢出去 把符合標準的塞進來 所以它最大的優點就是 在重挫的時候 你買ETF 你不用怕 你就把ETF 你有興趣的ETF 把它的連線掉出來 所謂連線就是過去 過去一年 這檔股票或ETF 它交易的平均價格 股價漲高於連線就是多頭 低於連線就是空頭來臨 通常這是最簡單的定義 那ETF要怎麼操作呢 我個人的小小刑法 是這樣 當你的ETF 是假如跌破連線 低於連線 負乖離超過10% 那你要勇敢買 不要怕 負乖離的意思是 假設股價是100 然後超過10% 就跌的話 變90 有90勇敢買 對 你假如敢在 他負乖離10% 多買一些 然後你在 這個多買一些 然後到連線的時候 就回復正常的扣款 比如說一個月就變成 3千 5千再扣 但是當股價總是會起起伏伏 高於連線正乖離10%的時候 通常代表說 這個市場有過熱了 那你就減少扣款 或是不要扣款 甚至就部分的贖回 低於正乖離10% 你再慢慢再恢復扣款 所以透過這樣的一個 連線的操作 你的ETF的報酬率很容易 放大變成一倍 以這檔最差的好了 三年賺41% 也不是一點喔 對耶 三年賺41% 代表一年賺12-13% 對 何況我現在用很聰明的方式 超過那12% 那我假如說 用這種連線操作法 你放大一倍 那你整個一年可以做 你假如長期的一年 逼近20% 古神巴菲特生涯 50年來的 長期報酬率 連報酬率也不過 20%而已 那很多人對 看線圖真的有障礙 那有沒有更簡單一點的方式 有 我就想說 富區一定是教大家很困難的 他那個庫樓級的 對阿庫樓級的嘛 老馬嘛對不對 我這個方法比較簡單 我這個方法就是呢 那第一個如果說 你真的不會看盤的話 我也是長期鼓勵大家定期定額 因為其實定期定額適合兩類型的ETF 一個就是高期型的ETF 另外一個就是市值型的ETF 因為有些ETF它 歷經空頭之後它不會回來 這種就不適合定期定額 比如說我們最近就有一檔 ETF下市是元宇宙的概念 我就不講哪一家好不好 大家都是好朋友 好 那總之呢 我要講的是說 定期定額的方式 高期型的適合 市值型的也適合 那因為我們今天的主題是在高期型 所以呢 除了這個定期定額之外 我們也要教大家 單筆的加碼的時間點 還有單筆測操作的一個方式 那單筆的話 我的方法會比較 就是說這個方法是適合一般官員 大家可以去找去看 就是不管是0056 00878 你的淨值的高點 好 每疊10到15% 你可以加碼一次 好 那為什麼我是抓10到15% 是因為每次台股的 比如說像高股型ETF的修正 如果它只是一個合理的修正的話 它大概就是修正 每一波的修正是修正10到15% 但如果說是步入空頭的話 它極有可能是從高點下來 會跌30到40% 甚至少少的機率 也曾經有過會跌50% 那就是崩盤 但發生的次數不太多 好 所以如果大家不會抓那個 單筆的進場的時間點的話 你用這個方式 就是從淨值的高點 每跌10%到15%加碼一次 如果說是合理的修正的行情的話 你大概有機會加碼個1到2次 那如果台股是崩盤 高股型ETF呢 也跟著崩盤的話 你可以加碼3次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方法是適合一般的投資小白 因為你可能就是連年限的管理率 你都不會看的話 這個方法可能比較適合大家 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稍微用功一點的話 你可以去觀察一些經濟的數據 你就會知道說 是不是利空已經消化的差不多了 那我現在就是一個單筆加碼的時間點 而且甚至我這個加碼的金額 可以跟傅劇剛剛講的一樣 我把它進一步的拉大 那我覺得這個就有一點點難度了 有技術 對 比如說像我們最近大家 在討論的半導體的庫存 理論上應該是要在第三季完全的解決 可是我最近聽到很多業者跟我說 第三季看起來是忘記不忘的現象 對 那所以呢 現在是不是單筆加碼的好時間點 大家就可以再想一想 然後接下來這兩個其實就是 如果說你認定現在是多頭的時代 你當然要在它除息前15天 除息前一個月你就要先卡位 那如果是空頭的話呢 當然是除息之後 因為它填息不會填得那麼快 所以你反而是要等它除息之後疊下來 你再去做一個加碼 對 那至少你可以賺到價差這個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然後另外呢 快速跟大家補充一下 其實幾七燈號也是理財小白 可以當作進出的一個參考點 那簡單來說 藍燈的時候就表示幾七很爛很爛 好 那你就可以加碼 我們已經藍好久了 我們已經五個燈了 五個燈 而且看起來這次有可能 八個十個以上 好 那當然如果說 相較之下是紅燈的話 就是景氣過熱 那你反而可以當作一個 逐步減碼獲利了結的一個情況 當然定期定額的話 你就持續扣款不中斷 但是一定要停利喔 因為去年就是很多人沒有停利 才發現說 原來如果你不停利的話 你也是就是紙上富貴 吐的力道很大 對 也是一個紙上富貴的一個情況 那當然就是這個表格是 我幫大家特別抓的喔 這幾七燈號 我覺得今年真的很特別 對 今年呢 這個從四十幾分的紅燈 一路往下掉 現在藍燈只剩九分 對 這樣子一個大幅度衰退的情況是 2008年跟2000年 都沒有衰退這麼快速 這次就是因為衰退的幅度實在是太大 所以我會認為台股似乎還有補跌的空間跟機會 但沒有關係 如果接下來補跌的話 我們賺錢的機會又來了 因為又是我們單筆加碼的好時間 所以我們現在看幾天到藍 應該是可以加碼 但是今年真的就是很特別 你看以前的紀錄 都沒有像現在這樣子的幅度 以前沒有衰退的這麼快 這麼快 對 包括2008年 那也沒有到這麼低 2008年其實是這一段 但其實它還沒有跌到 大概是跌到十幾分就終止了 對 然後 金融還銷的時候 都沒有這樣 然後2000年是這一段 這一段大概 其實大概也是三十幾分 然後衰退下來大概也是九分左右 要九分到七分 所以其實這一次的藍燈 我預估應該會持續好一整次 好幾個藍 不是連五藍而已喔 不止 不止